景气不明朗也让科技大厂尊洁之初 华硕执行长沈震来发出内部信件 要求节省30%的差旅费 如果达标将会省下3亿元 科技业省之简佑要为过冬做好准备 年初才拍新广告 请来大明星肖敬腾搞笑跳舞演出 年年开发新产品还要做机器人 但今年布景气也让华硕预作打算 据传华硕执行长沈震来上周发内部信件 要求各个单位减少出差人次 每场差旅加强劫费 目标年省30% 达标将省下3亿元 我们认为在今年的这个景气不明朗的状况下 用比较小心省省的态度来做管理 应该是比较遲到的 不只是华硕连发科先前也传出 员工分红打了6到65折 维押安务奖1.5万缩水道只剩下1500元 先前宏记也曾缩减主管与厂商联谊 打高尔夫球的次数 出差还得是总资备主管才能搭商务舱 科技业准节过冬 主因就是2016年景气还看不到明朗 国发会公布1月景气灯号已经连8蓝 金融海啸期间是连9蓝2月若再是蓝灯 追评记录将并列史上第三场蓝灯 国际油价大跌 让大家出口的相关的商品全部都受到影响 第二个就是电子产品在去年没有亮点 包含苹果的产品在去年没有卖得特别好 但专家认为若是油价平稳 加上苹果心机拉货 下半年景气有机会好转 不过国际情势瞬息万变 也难怪大企业谨慎一堆 记住台北报道